五十多名香港民主派人士 因參與去年民主派初選被捕 今天提早去警署報道 他們被控全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不准保釋 明天提堂 新界東初選參選人 阿布泰國生活百貨創辦人林景南 在太太的陪同下前往馬鞍山警署 參與新界東選區初選的社民連 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 去牛頭國警署報道 應該有的權利 沒有人應該因此行使的權力 那個權力受到影響一判 負責協調初選的 洞區區議員趙嘉賢 在北角警署外表示 感謝香港人的關心 希望大家保重 警方下午表示 47人被正式落案起訴 全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將在3月1日早上 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另外8人暫時未被起訴 大紀元記者張曉慧报道 明天作詢描述